4日 官方通報 刑台市任澤區新增26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一度傳出刑台即將封城的消息 引發居民恐慌搶購 當日的視頻顯示 超市擠滿買菜的人潮 當局隨後否認封城 刑台市居民王女士表示 目前商店都繼續開 能夠買到東西 但不確定未來是否封城 刑台任澤區原名任員3日起 已實施全域封閉管理 全員核酸檢測 任澤區居民透露 疫情在城東的東望村爆發 當地酒店都被精用 被防疫人員和隔離人員住宿 此外 論近北京的河北三河市 也在4號公告實行分級分類管控措施 各餐飲場所暫停堂食 居民非必要不離開三河 通勤須嚴格 執行北京限制進出的管控措施 繼續居家遠程辦公等 5月5日河北省定州 剁州 還有河南省州口 太康縣渤陽主城區 和渤陽縣城區 也都進入了封城狀態 官方要求當地居民族不出戶 車輛不進不出 全域保持靜默狀態 在此之前河北唐山 河南鄭州已經封城 公開資料顯示 這些被封控的地區 總人口超過2,400萬 鑑於上海等地封城帶來的次生災難 當地居民對他們未來的生活充滿擔憂 上海封城在傳悲劇 《韓國朝鮮日報》5月5日報道稱 一名外派上海的韓國男子 4號被發現死在公寓裏面 這名40多歲的男子 是一家流通業大企業的員工 自上海4月封鎖至今 這名韓國男子 一直獨自住在公寓裏面 小區物業稱 男子沒有參與社區的核酸檢測 社區人員前往他的家中時 發現他已經死去多日 目前 韓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已經介入調查 並要求中方 查明該男子的死亡原因 另外 一名新浪微博網民 5月3日亦發貼稱 隔壁留一韓國人 多日不做礦原檢測 亦不做核酸檢測 電話多次未接 小區人員3日進入他家中 發現人已經死亡 不知道這名男子 與《朝鮮日報》 報導的這名韓國男子 是否為同一人 中國歐盟商會 5月5日發布一項調查報告稱 由於中共嚴耗的清零政策 導致供應鏈中斷 很多駐華歐洲企業 下條2022年的收入預測 並計劃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國家 這項調查 針對中國歐盟商會的370多名會員 是在今年4月21日到27日進行 調查顯示92%的受訪者表示 清零措施損害供應鏈 85%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難以獲得原材料或零部件 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被迫裁員 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稱 他們正在考慮將當前或計劃中的投資 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市場 報告指出包括上海在內的 數十個中國都市的嚴格防疫措施 已經造成極大規模的混亂 中國市場對很多受訪者來說 已經失去了吸引力